大家好我是杨雪这一期不是游击啊 终于终于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拍照设备了 这个视频欠了大家很久啊今天可以还上了 因为设备已经完成了更新换代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呢就是自己的主拍摄的三套设备了 我计划用两期的视频跟大家讲述一下自己的这些拍照的东西吧 这一期呢就是说这三套主拍摄设备 也就是我手持的拍前面拍自己的这些东西 下一期呢说一下周边的一些设备 拍一些特殊角度的那些东西啊 依次的来说一下这个大江的Powkey的2 这个呢稳定器是智云的M2 上边的相机是索尼的ZV-10 稳定器智云的Vivo2 相机是索尼的HM3 这三个设备啊 他们的使用频率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设备它的使用频率基本上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而这两个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啊 而论起重要性来 那这一个设备的重要性绝对是拍在第一的 因为它能拍出的效果 这两个完全拍不出来 那这两个能拍出来的 它完全是胜任是没有问题的啊 其实我在拍摄视频的时候最看重三点要素 分别是画质防抖和便携性 所以在选择它们的时候 就是围绕这三点的来选择的 依次的讲一下 你比如大江Pokita 它的这个上边是一个小的相机 然后有一个云台起到防抖的作用 画质和防抖的效果比GoPro要好不少的 但是画质还是跟相机有点差距 所以呢我用它就是一个备用机 当这两套设备不能用的时候才会用到它 要说画质好还得说是相机啊 那这款相机是索尼新发布的 ZV10可以更换镜头 所以我配的是一个广角的镜头 拍摄自己不至于显得头太大 拍摄前边景色会非常的广 重点说一下底下这个稳定器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稳定器 特别的小 可以说是市面上最小的稳定器了吧 以前呢 我会用这么一个三角架 你看这个三角架跟这个稳定器大小比起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啊 但是稳定器要达到的防抖的效果 和这个运镜的效果 那这种东西是完全不成的 所以这个M2这个稳定器 真是小巧便捷性 才是它最大一个这个优点了 刚才说过防抖 便捷性 还有画质 是我选择的最主要的方面 其实之前我用一款相机呢 是佳能的Z73 但是它的对焦太烂了 我又换回了索尼 所以哎呀 希望佳能以后对焦好一点 可能我还会选择佳能的相机啊 是这个设备了 要论画质最厉害的 就是这种全画幅的相机了 当我遇到一些 比如说璀璨的星空 一些特殊的场合 一些有意义的画面的时候 我还是想用最好的相机 来拍摄一个 一个有意义的画面 给自己留作记录 也给大家呈现出来 可是这种全画幅的相机 这种小巧的稳定器就不成了 就得用大一点的稳定器了 所以智云的VB2 我选择它呢 一它完全胜任这些四面上 这些相机 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第二 你看啊 还是以前的这个东西 这后边有一个提壶设计 一拧上 我在拍摄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这么一提起来 就可以去拍 我现在锁定的状态 相机现在摆不正 很方便 很便捷 这种就比没有提壶设计的那种 稳定器要好很多 因为之前我用过如影 如影呢 它就没有这个提壶设计 挺遗憾的 再有呢 你看这还有一个 显示屏 这个显示屏 作用很多的 调整稳定器 设置轨迹等等 加上一些配件 可以进行人脸跟踪 效果 功能 各个方面 可以说这个稳定器啊 在市面上来说 不能说最好吧 这有点太绝对了 反正我是觉得它真是很到位 很到位了啊 哎呀这些只是口说 一会儿呢咱们出我看外边 外边雨也差不多小一些了 一会雨停了 我带大家出去 咱们就看一下试一下这个东西啊 试一下这个稳定器 因为最具代表性的啊 大家也了解一下稳定器 对于拍照的时候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许是会让我们有点慌 在过往的岁月改变了模样 曾经的疯狂 如今已是被抹去冷脚的伤 在记忆里回响 在旅途上歌唱 我们是唱歌的孩子 唱歌的孩子 在阳光下 在榕树上 有我们欢笑的脸庞 我们是听话的孩子 不想长大的孩子 在一片片凋落的回忆里 你的模样是否已变化 我们是唱歌的孩子 唱歌的孩子 在夕阳下 我们歌唱 只为那最美的晚霞 我们是听话的孩子 不想长大的孩子 我们是听话的孩子 在夕阳下 我们歌唱 只为那最美的晚霞 我们是听话的孩子 不想长大的孩子 在晚风中 你会看到 我飞着街道 天黑前总算是拍完了 这也太冷了 嘴巴都冻僵了 这雨也停 风就起来了 稳定器都吹的抖来抖去的 也不知道拍照效果怎么样啊 我跟大家说的 我跟大家说的这些设备呢 您就参考参考 如果说之前并没有拍过视频 那就拿手机一开始用就行 因为手机的防抖 便携性画质 都还是比较综合啊 总归一句话 设备并不是主要的 喜欢拍摄 喜欢记录一些生活上的美好 这才是最主要的 记录一些东西 留给自己 留给家人 留给未来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也下一期见了 拜拜